台北一名假髮店的正妹老板娘 在网路上发文并po出影片 表示自己被一名说着ABC口音 神情恍惚的男子骚扰 老板娘说这名男子突然进来要水喝 没想到他进入休息室拿水的时候 男子直接跟上来还有肢体接触动作 老板娘担心被侵犯赶紧安抚对方情绪 影片一出网友发现 这名男子就是艺人麻吉弟弟周立明 对此他本人透过唱片公司道歉 他说前阵子精神状况不好 但绝无侵犯陌生人的意图 而警方已经受理报案 将依性骚扰申诉性贫流程处理